今天看起來侯友宜的陣營 有人突然講說侯友宜對於大家質疑 他兩岸沒有什麼論述 國際沒什麼論述 說他有一個什麼叫三低原則 那這個三低原則 你我一開始表情跟你一模一樣 是什麼東西 我大概仔細看一下 什麼叫三低 我沒有很清楚 但是他講說要深化民主 強化國防 還有降低敵意 我要留給大家思考的空間 所以剛剛留白時間 讓大家稍微想一下 唯一參的 因為朱立倫 你講一下朱立倫說過2D 2D是國防跟對話 對話跟國防 是 所以他可能想弄出一個 三低空間或立體之間 我沒有參透 大家可以去問一下 國民黨的謝依鳳 因為他說哇 終於提出了論述了 好棒好棒好棒 這是他的想法 但我這邊講就是說 其實你剛剛特別提到說 侯友宜的民調的狀況 這是我們其實在做政治觀察 很一直在注意的一件事情 就倒不是說注意他掉下來 或是升上去 而是因為如果就他現在的職務來講 新北市市長是他最大的籌碼 也就是他跟郭台銘兩個最大的不同 是他有一個行政值的歷練 那新北市市長的這個職務 從大選之後到目前為止 其實新北市沒有出市政上面大的錯誤 如果你說選前的時候 因為恩愛 恩愛那個很明顯的 在當下的時候 對侯友宜是有衝擊的 但侯友宜度過了 所以當他回到選舉檢驗的時候 基本上他的得票數回來算的時候 我認為他在當下是走出了恩恩愛的狀況 可是從之後到現在為止 侯友宜的民調卻開始往下跌 而新北市沒有大的市政的問題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新北市市長這個職務 對侯友宜來講 沒有加分或減分的問題 因為他無礙 那就回到了您剛問的那最關鍵的是 侯友宜知不知道自己民調掉下來的狀況是什麼 還有原因是什麼 因為很簡單 有些人認為說 就是因為你侯友宜 你都不表態 你如果表態了 你今天大家就知道說要聽你 所以一大堆人很心急 說你侯友宜 你今天民調掉或怎樣 要趕快宣佈 國民黨要趕快徵招 那我們回來問另外一件事情 如果侯友宜表態了 他的民調就會止跌回升嗎 還是他就會止在那個地方 不管是不是伏地堡 還是佛地魔 不管 就你有沒有可能會這樣止住 我認為對侯正寅來講 都沒有把握 那今天所做的一件事情就好 如果黨今天竟然都要徵招 那侯正寅一定認為說 那我就幹嘛現在表態 反正我表態了一會一開會 做所有人就追著我問 叫我趕快辭職 叫我幹嘛 叫我趕快走 那我何必在這個階段下面走 所以就會有出現了 另外一個是很積極在表達的 郭台銘說 我今天要我願意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請大家都支持我 我認為這個民調 就他跟侯友宜 剛剛兩個民調呈現不一樣的狀況 因為郭台銘在上一次 就農曆年完了之後 他不是有出來開一次記者會嗎 他有出來講啊 他也是講說 他願意在這個什麼 國民黨如果初選制度辦法出來之後 他也願意再去做考慮 可是那個時候的郭台銘的民調 其實他並沒有超越侯友宜 他也沒有往上走 但是等到他這一次再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 就網路民調來講 居然有六成三吧 我印象中是那個數字 六成三的人說 他們覺得國民黨應該徵召 郭台銘 那請問他跟侯友宜 是不是兩個相反 所以我覺得現在對整體上面的國民黨來講 真的權 權啊 跟所有的應變都抓在朱立倫的手上 我不認為在國民黨裡面是有不可能的事情 那仁俊請問一下 那你覺得你說權全部都抓在朱立倫手上 是 你覺得朱立倫現在是在所謂的總教練很持平 那要幫國民黨找出一個最強戰將 最強母雞 去打這場仗 還是你覺得他有一點偏哪一邊 黃建廷的說法是 這個朱立倫是永遠的總教練 然後洪孟凱的說法也是這樣 這兩天侯友宜也在提醒說 你朱立倫是總教練 我認為心中大家對朱立倫都有一個 一個不能抹去的那個質疑的存在 就是剛剛將軍所提到的當年換柱 我相信如果時間重來 我認為朱立倫很有可能會覺得換柱 非換柱不要叫我上 因為那是所有人對你最質疑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現在你說有沒有偏哪一邊 我真的講 您剛剛所討論耐達度 我就一直很好奇什麼叫做耐達度 如果按照這個的解讀的話說 哇誰打你誰撐得住 侯友宜耐達度很不好 人家還沒打 選戰跑了嗎 還沒有啊 人家都還沒有攻擊你 沒有檢視你的時候 你的民調就因為這個掉 所以我講 就是說我剛剛講說國民黨內沒有什麼 絕對不可能的事情就在這裡 我舉個例子四年前當郭台銘生氣說 你今天國民黨一大堆人這樣子弄我的時候 他發表了那個 他講說年輕氣盛的時候 請問四年前大家認為 郭台銘還會在想要代表國民黨選總統嗎 我認為在那個當下大家都覺得不可能 然後呢 現在的郭台銘他願意面對 所以他告訴你講說對不起 我認為他那個舉功舉給國民黨 當年也沒有人認為說 洪秀柱在那個旗子上面被授旗搖旗完了之後的兩天 突然國民黨說不好意思你不行 你不OK你換掉 國民黨也沒有發聲 他都發聲了 所以你說今天對黨中央來講 我如果認為 如果今天 今天這個朱立倫是個總教練 那就很簡單 總教練今天真的要派誰上場的時候 難道上場的那一個一定是萬眾歡呼 然後大家 這個當時韓國瑜就發聲過了 他有最後贏得嗎 我覺得他一樣沒有贏 所以對於朱立倫來講 現在黨中央開始拋出一些名詞 什麼耐打度什麼評估什麼的 我認為他當然保留了一個空間是 檯面上現在所有人都不要以為一定就是你 那我認為這個當時這個對的 當然對於侯友宜來講 他必須要比較警惕 不過現在看